確診了23宗個案 其中有16宗是輸入性個案 1宗是跟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5422就是之前有個個案的家人 即是緊密接觸者 他是11月6日就已經在檢疫中心 11月10日才開始發燒 就是一個確診個案 另外就有6位的本地個案 其中5位就是我昨天說了 那些司機 另外還有一宗就是新的本地的確診個案 他是一個42歲在九龍灣展望中心工作的人士 他就跟家人住在青龍頭豪景花園8座 他就是11月9日開始有點不舒服 看醫生之後確診 他就在平時活動都是去一些食肆比較多 他是有些家居的緊密接觸者 或者是一些緊密接觸者 就有去一些學校 或者是那裡做老師 或者是學生的 包括是學資院幼稚園在青衣浩景灣 天主教郭德盛中學 梨木樹天主教小學 還有孫道國際學校 那這些接觸者就沒有病症 但是他們都會送去檢疫中心去做測試 那為了穩陣起見 我們都請這幾家學校 就是暫停一兩天 等那些結果回來在陰性 才開學 那這位人士 他就前伏期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除了上班下班 或者去一些食肆吃飯 就是曾經在10月26日 就去過餘宴星海那裡 就去一個婚宴飲宴的 那據他說就是 四個人一張桌子那種來的 但是總共都有二、三百人 二百多人 那些我們都會經過主辦那個婚宴的人士 就是通知那些去過的那些人士 就是要請他們去就近的地方去做測試 大家都看到 現在都二十幾宗個案 雖然都是大部分是輸入性個案 但是本地的個案都不少 還有都是散了在全港不同的地區 區區都有些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因為可能那個 不知道是不是天氣轉冷 或者是那個病毒 是容易在那個環境那裡生存得比較久一點 那變成都是要減少一些非必要的活動 那裏保持這個個人衛生 我們應該 halt消化隊伍 那是不得到的話 把香港海卡進瓦 五不得到 简儂 禮重 納馬